大家好,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一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我们照旧对基本面进行跟进 随后分析大盘指数和热门的股票 七姐妹下半年再涨15% Widebush看好苹果英伟达冲击4万亿美元市值 投行Widebush证券表示 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 以苹果、谷歌、微软、英伟达和Meta平台等大型股为首的科技股 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进一步上涨15% 分析师D在一份投资者报告中写道 我们认为纳斯达克下半年将再次表现强劲 因为我们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用力的大幅扩大 科技股将在2024年剩余时间里上涨15% 科技基本面将加速增长 他重申了他的立场 即苹果、微软和英伟达可能会冲击4万亿美元的市值 后者的GPU芯片被视为科技行业的新黄金或新石油 他表示 英伟达和微软可能会推动企业人工智能的发展 而苹果、Meta和谷歌将在今年秋天发布iPhone16 从而迎来消费者人工智能时代 虽然上述群体已经获得了与AI相关的大量关注 但随着能够将其安装基础货币化的技术供应商的扩大 预计AI内容提供者将扩大 向他们的客户展示基于生成型、AI模型、应用构建的明确价值和数据驱动的用力 相反 最终成为人工智能革命输家的公司 是那些将被挤出销售周期、平台和未来增长机会的公司 因为他们没有竞争所需的工具、技术或工程师 黄仁勋最新对话 我们不想当行业领导者 英伟达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7月1日消息 英伟达CEO黄仁勋 近日参加了其投资的AI生物上市公司Recursion的活动 并与该公司联合创始人CEO克里斯托弗·吉布森进行对话 黄仁勋表示 喜欢快速赚钱的人会走前人走过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路 但英伟达的特色就是走没人做过的路 做没人会做的事 我们可以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为这三件事 算法的要素、计算成分、专业的方法论中的两件做出贡献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我们也不想拥有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但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好搭档 我们希望帮助未来的每一辆汽车都尽可能的自动驾驶 这样它就可以尽可能的安全 我们不想成为汽车公司 我们希望人工智能尽可能安全、尽可能快、尽可能有能力的前进 但我们真的不想脱管和提供大型语言模型服务 在许多行业的领域中 我们不想成为行业领导者 但我们希望让这个行业拥有领导者 这样我们就可以专注于我们独特的贡献 他表示 据悉 Recursion是英伟达在资本市场上投资最大的公司之一 2023年7月12日 英伟达宣布向该公司投资5000万美元 以加速AI药物发现领域的突破性基础模型 该投资已执行作为公共股权的私人投资 黄仁勋在演讲中坦言 英伟达是第一家制造超级计算机的芯片公司 供我们自己使用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而特斯拉是一家第一家制造超级计算机的汽车公司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简单想法是 一家公司是否相信 为了发现一些知识 有原则的模拟根本不会让我们到达那里 请记住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认为分子动力学有了足够的超级计算机 我们就可以模拟人体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们认为 当然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认为我们将拥有足够大的超级计算机 能够对世界上一公里或几百英尺内的每一个地区 进行精确到分钟的天气模拟 但现在很清楚 即使是在VSX计算系统中 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它仍然需要十亿倍大的东西 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他说 我们认为光线追踪还需要三十年才能实现 但今天 英伟达的路径追踪竟然比光线追踪更先进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以及性能是 英伟达技术模拟一个像素 然后用AI来猜测其他64个像素 我们在生物方面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你不必使用蛮力 模拟每一个蛋白质和每一个细胞的物理特性 非常清楚 我们不需要模拟 我们了解天气的物理学 我们不需要去模拟每平方公里的物理现象 所以当你思考你的首要原则时 能够这样思考的人 就能够实现下一次飞跃 这是真的 即使以前没有人做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去做 这正是你应该去做的原因 所以我们以这种方式推理事物 我知道大多数先驱者和领导者创新者 都是这样思考的 你们也是这样思考的 我认为这真的很棒 他坦言 谈到创业过程中的信念 他表示 所有的信念或推理都来自于一些外部信息 如果事实没有改变 不需要改变你的信念 我就是这么兴奋的 我不断挑战我的推理 事实上几乎每天都是如此 总有信仰的飞跃 这是所有伟大的事情发生所必须的 他称 从GPU到CEODA 图像处理 然后是分子动力学 粒子物理学和流体等等 英伟达一直在寻找前方道路 结果有一天发现了深度学习技术 谈到英伟达如何不断成为 三万亿美金的行业领头羊 他坦言 英伟达是一家非常自信的公司 但不能自满 同时也要时刻保持危机感 要做到 要做更多别人没做过的困难的事情 英伟达是一家非常自信的公司 为了做大事 你必须这样 但你不能自满 介于自信和不安全感之间 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所以 我们总是相信我们可以做出惊人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继续做令人惊奇的事情 我们就不能再这样做了 所以 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在思考 今天早上和之前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昨晚应该解决的问题却没有解决 出于某种原因 我总是把他们内化为存在主义 如果你不注意这些事情 最终你会变坏 一切都会结束 我在1993年 英伟达创立时期也有这种感觉 今天早上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想我需要治疗 我认为能够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成年人 是很好的 既有自信 同时也要可以完成一些 以前没有人做过 非常困难的事情 另一方面 我们真正意识到 你必须继续努力 永远不要满足 也不要自满 所有这些感觉 我不认为你想安顿下来 他称 他坦言 很久以前 他经常分享英伟达的财务状况 有人说 Jason 我们的现金在六月出现赤字 我说 如果我们之前不赚钱 我们就会破产 我们必须真正的保持专注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在30天内倒闭 所有的新员工都惊慌是错 所以无论如何 我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你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 每一天都很重要 你所做的决定 你所做的事情 你雇佣的人 成就 你创造的文化 所有这些都可以让你充满活力 要么在成功一段时间 要么在30天内倒闭 他表示 在对话结尾 他再度坦言 生成是AI对于世界带来的变化 他表示 我们正处于行业的特殊时期 所有人必须认识到 你工作的工具 在60年里没有被重新发明 没有被重新想象 英伟达创造的加速计算 实现了一个新的计算模型 生成是AI 它正在彻底改变一切 包括软件编译 软件处理等等 完全革命性的变化 AI正在改变每一个行业 让我们成为英伟达 成为这场工业革命的中心 这场计算革命 非常的 非同寻常 但对于你来说 AI将是彻底改变全人类 最重要的行业之一 这对你们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生一次的机会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和环境 他在演讲结尾表示 此前他早前还参加了英伟达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 财报显示 2024财年 英伟达营收增长126% 达到创纪录的609亿美元 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的每股摊博收益 同比增长586% 达到11.93美元 他透露 Blackwell架构平台很可能成为英伟达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 甚至可能是整个计算机行业历史上最成功的产品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纳指期货仍旧在当前的位置波动 我们看到今天的日线呢 和之前的K线的实体部分差不多的位置 对吧 今天呢 相对于上周五呢 是收出阳线 因为周五是阴线 在这儿收盘价 那今天呢 收涨0.65% 表明呢 市场在此呢 仍旧有较多的分歧 那对于多头的视角来说呢 我们是多头 我们的趋势线没有被砸破 我们不应该去看前空 我们一直在等着他往下砸 但他没有砸 是吧 那对于行业整 对于这个指数整体来说呢 还没有强劲空头的迹象啊 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 对吧 那么罗素呢 今天又落下来了 可见这个框框啊 就是他的一个魔咒哈 短期的啊 给他划地为牢了哈 暂时呢 是无法摆脱这个震荡 窄幅震荡区间的一个运动 对吧 继续观察 道指呢 今天也是 又是在这里窄幅波动哈 那这个位置确实是有分歧哈 他究竟是选择向上突破呢 还是呢 恢复到震荡行情的 市场也没有给出答案 那今天的k线 是十字轻k线 所以他和罗素类似哈 先不要选哈 先不要选方向 对吧 继续观察 呃 标普今天仍旧是横着哈 多么的微妙啊 你看这个标普这个 是吧 他也在这个框框内波动哈 是吧 市场没有选择大空头的吧 暂时还没有 也没有选择继续暴涨吧 也没有 那我们怎么办 等待和观察 耐心的等待空头 或者是多头的强劲的表现 对吧 都不强劲啊 都比较疲软 都比较疲软 好 这是市场整体 那么科技公路啊 今天上涨 主要还是内部分化比较严重啊 我们看一些热门的标的 呃 我们的区块链行业呢 今天 IoT这个图啊 今天又是大阳下 所以这个位置啊 大家要关注指跌的可能性哈 因为这个位置已经洗了一个小五浪 一二三四五 并没有跌破下方 所以啊 数浪行的那些交易者 他认为这里有可能只跌 所以今天啊 给出了一根阳线 那多头呢 也可以关注啊 因为我们的计划是呢 不强劲跌破这些位置呢 就不彻底立场 这些位置仍旧是做多的一个位置 好 这个图仍旧是做多的一个位置哈 因为止损空间小嘛 今天比较漂亮的图是谁呀 特斯拉 那我们的特斯拉呢 也是经过了漫长的跟进哈 包括之前哈 大家还记得吧 这些图啊 呃 很多人呢 有一部分 鼓友吧 或者叫网友吧 啊 他们对于熊市的感知呢 也没有那么准确哈 那谁也没有能预想到哈 特斯拉会走出双重的两轮的熊市啊 或者说啊 这波熊市又来了一波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呃 大家都不要去猜那些龙头股 一定会怎么样了 因为后续呢 都会有变化 对于特斯拉来说 目前呢 我们要先关注他到上边这根 长的下街区线附近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届时空头比较弱啊 那么有可能凸上去 有可能凸上去 这是特斯拉近期要关注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变盘位置哈 那如果他在这里出现强劲抛压呢 那就再看了哈 那就再看了 我们仍旧是以波段交易为主哈 不要信仰长持 因为有些图不适合信仰长持哈 你要是信仰长持的话 你是被迫的 对吧 有些人是被迫信仰长持的 不是你真的交易模式 这就是信仰长持哈 你要仔细的辨别这两者的区别 好 那么球远连领域另外一个 矿我们说矿有可能恢复到震荡行情哈 所以多头要注意这不是震荡行情的 呃情况 你也可以换一个 收敛形态 对吧 震荡行情应该是对左侧 高位这些阻力区的一个 一个洗盘吧 我们第一假设还是上涨中继啊 他只不过是破掉了这根陡峭的趋势线 但是你看下边我们还有一个更平缓的上涨趋势线等着他去摸呢 对不对 哎 那么这样的话继续观察 现在还不是强劲熊烧震荡 对吧 是上涨中继 我们看一下苹果 那今天的苹果呢 是带动了纳指的一个啊 指跌 对吧 你看今天人家是漂亮的阳线 我们的趋势线也仍旧是有效的 对吧 我没有对所有的图都看空吧 没有啊 没有 包括我们看一下英伟达 我们对英伟达也没有说看前空吧 我们看有分歧 你看 他是不是又跳到了这个位置来了 他就是磨磨叽叽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来着 我们的计划是你可以减减仓 你也可以等待这个底点 这个支撑区被跌破了再减减仓 但人家吓唬了一下你 就又弹起来了 就就是就是不给你跌破 反正暂时还没有跌破 那我们当前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继续观察 不要加仓 也不要减仓 这就是我们的计划 因为市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跌 但是他也不是想那么涨 这是当前可以让给我们的感觉 那如果加来大阳线呢 大阳线也不能再加仓了 你还要提防二次探顶的这种情况 再跌下来这种情况 是吧 那如果接下来是大阴线的 那就给出减仓的信号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一小时图 你看我们画这个框 我又给删掉了 因为他这突然来了一下 那你把它他又到框里了 所以这个框 这是一个魔咒 说为什么市场有时候在一个震荡区间内不断的震荡 因为震荡区间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它就像趋势行情一样 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是吧 震荡行情也是一种稳态 它不容易被打破 你看它向下砸破 这个箱体的下边沿 又被威了上来 表明这个框还是相当有力度的 或者说一个窄幅震荡区间 也是有一定的生存的价值的 存在的必要性 那什么时候打破呢 你不能出现这种下影线 或者是你往上突破的时候 不能再砸回来 砸回来不能再砸进来 应该在箱体的上边沿止滴 这样的话多头就可以看涨了 是吧 那如果接下来再跌下来呢 大家看这一小时K线 这五个小时他都不想选了 说他怎么这么这样呢 是吧 我们说市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最终会怎么样 是吧 他就是这样 市场就是市场啊 你看 日线图也是在这框里 这么说还是有分歧咯 不然呢 所以说我们多头呢 只能说定好止损位哈 同时不要再加仓了 不要再加仓了 甚至有些人担忧的话 都在少量的减仓啊 那么后续看是见识不妙的话 再进一步减仓 那现在看起来也不是说那么差 只不过今天上午盘 会有点吓人 对吧 特别是那些啊 怕下跌的人他会更害怕啊 那事实上我们如果你是在我们最底部抄的底 你会怕吗 压根的不会怕 对吧 没感觉 好 那这个位置我们应该继续等待他的信号 还得等 没错啊 人家就跟那罗素一样啊 他就是不选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耐心啊 是耐心 你太着急也没用啊 你看有些图在涨 你就涨的你就继续拿好 没动就不要乱动就可以了 好 那么你看 我们半导体领域其实也比较分华 这AVGO 这个波通不跌了呀 这就不迟到了哈 我们计划也是跌破这进一步减仓 没跌破 今天是一个反弹 大家有地方ABC这种情况 对不对 还要再看一下 不要太过着急 因为这些指标还是个死差啊 微软今天人家又是漂亮的阳线吧 我们也没有去让大家踩顶吧 因为空头没有连续的下攻 我们的趋势线两条呢都没有被砸破 这是 那半导体行业整体呢 人家 所以这个位置微妙吧 我们今天盘前特别讨论这个走法啊 他如果 老是给阳线的话 就有可能高位横盘了 那如果接下来再给一个阴线呢 他就麻烦了 震荡下行了 是吧 可是人家今天是一根十字星K线 今天收涨0.0%啊 那么这样的话 到底涨还是跌呢 你看 你要涨上去把他打下来 跌下去 弹起来 这是什么啥 分歧 不知道怎么走啊 才这么 这个这个站 极限 这个叫什么 上下阵啊 所以没有方向 台积电也是如此啊 他在这里窄幅的波动啊 今天是阴线 大家提防啊 你可以在这里设定一个止损点 跌破的 跌破这个横线的话 在减仓 不跌破 也不要加仓了啊 注意是不要再加仓了 先 现在看一看了 SMCI也是如此 这里震啊 震啊 所以跌破这个支撑区在减仓 对吧 好 总结下来呢 市场领涨的图还是比较漂亮 但是半导体领域有点变化啊 有点 有点 不好把握啊 近期 多看 少动啊 跌破 跌破重要的位置再去减仓 不要加仓啊 这就是计划 行吧 你想看墙涨 他也不涨啊 你想看大空 他也没空啊 他是一个横盘 所以 不要乱动啊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啊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明天盘前再见 拜拜